人的衰老从脾肾亏虚开始 一味要搭配上养肺 中补皮下养肾 其实人的衰老呀 就是从脾肾亏虚开始的 肾主先天 脾主后天 肾是出厂设置 脾是后期保养维护 人的各种生命活动 靠的就是脾和肾的接力来提供能量 所以说脾肾亏虚人就开始电量不足了 出现明显的衰老症状 那么今天崔森给大家分享一味中药 用它来搭配煮水 上养肺 中补皮 下能养肾 这味药呀 就是黄精 是一味补气养阴药 它有仙人鱼粮的称号 从这个名字呀 我们就能看出来 它补义的作用有多强了 能入肺皮肾三条经 所以能补肺阴 见脾气 甜肾经 那具体怎么搭配呢 首先啊 如果你总感觉口干舌燥 想喝水 鼻腔也干得难受 嗓子干咳 声音塞雅 有时候会有少量粘谈 晚上睡不好觉 心烦 手脚心也发热 睡着了 汗还很多 你看舌头啊 舌质是红的 舌苔很少 那你啊 多属于是肺阴亏虚了 可以参考黄精 搭配一个百合 如果你平时啊 总感觉累啊 胳膊腿啊 没劲儿 老想躺着 靠着 食欲不好 总是不想吃饭 吃点东西啊 还容易不消化 出现胃痛啊 腹泻等症状 看看舌胎啊 往往舌体比较胖大 舌质蛋白 这种人呢 就多是脾气亏虚了 可以用黄精 搭配一个白竹 还有的人呢 是总感觉啊 腰膝酸软疼痛 耳朵里面啊 嗡嗡响 年纪轻轻 头发就白了 晚上也是心烦 睡不好觉 倒汗 有的人呢 还会有功能的下降 属于欲望比较重 但是敏感一泻 你看舌头啊 舌质也是红的 舌苔比较少 那这种人呢 就属于是肾的精血不足了 可以用黄金 搭配一个枸杞子 那么以上呀 就是催生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全部内容了 至于用量啊 需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定 另外呢 就是用药一定要对症 如果你不清楚自己的情况 一定要在专业医生 辩证后再来用药 还有的人说呀 我感觉我好像几种情况都有 这时候啊 也需要辩证后 综合条理